咱网友也不少人啊 就是在稀里画活 不知道自己的腰疼 到底是不是小关节紊乱 段老师您给再断一断呗 你看啊 说前几天 我帮我妈搬酸菜缸的时候 闪了一下腰 疼是挺疼 但是还没到站不起来的程度 我这难道也是腰椎小关节紊乱了吗 他突然闪下腰 这种突然的动作吧 容易造成小关节紊乱 因为都是没有保护 肌肉没有保护 我不注意的情况下 可是大家伙不是一直都觉得 讲说要是你不注意的情况之下 出现闪阳这样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腰拖的表现 就突然动不了了 是这样的 老百姓想当然的 我在临床也经常碰到 觉得我腰疼 可能是不是腰拖了 大家对腰拖是非常恐惧的 其实这个腰拖 是我们老百姓的说法 我们他的学名叫腰椎肩盘突出症 腰拖可不是骨头脱胃了 所以一架上拖 觉得很可怕 所以害怕得这个病 但是事实上 我急性扭伤 想造成急性肩盘突出 它这还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腰间盘 它是像一个铺开的鸭蛋黄一样 我们这随和就是在中间 外面是很多纤维环 而且纤维环是像织布一样 是十字交叉的 它这有好多层 除非特别大的暴力 或者与这个鸭蛋黄 比较靠近后部结构 纤维环层数太少了 才容易挤出来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往往不是急性肩盘突出 绝大部分还是小关键一个损伤 小关键扭伤 这位朋友闪腰之后腰疼 它是什么样的问题 闪腰 我们学们叫急性腰扭伤 急性腰扭伤 其实就是原祖的损伤 我们包括我们肌肉 韧带 还有小关键囊 都属于原祖式 所以急性腰扭伤 但是我们老百姓大部分认为的 急性腰扭伤 就是韧带和肌肉扭伤 它想不到小关键 小关键可以认为是最严重的一类 急性腰扭伤 就不用地气腰扭伤